我以前上班是在关渡 所以大概每天都要从 大概将近淡水的地方 坐回大概古亭的地方 所以我都要坐捷运族很久 那有一天真的很远 那我就这样通车很久 那有一天我上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是 症结事件过后没多久 那有一次我上车呢 那我就旁边有两个博爱座 那进来就一个女士 比较年长的女士 她就在最右边那个位置 就坐下来 那她头就靠到那个 黑色玻璃上 那我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 心情就不太好 然后就下一站呢 就上来一个再比较年长的男士 她就坐在我跟那个女士 中间的一个空的座位 然后她就坐下来呢 可能就弄到那个女生 那女生就跟她讲说 你干嘛性骚扰啊 她就马上就这样子出口 那后来呢这个男士 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 这个男士就说 你也不照照镜子 谁要性骚扰你啊 然后呢就开始 这一趟捷运很精彩 对那一开始的时候 那女士是很没有精神 她就靠在那个板子上嘛 可是两个人开始吵以后 我看她就 那个身子就越坐越挺 然后就说 你说什么 我要告你毁谤 然后你才长得像猴子了 然后什么 她就说你不自己看看你 然后脸长相什么 两个人就开始这样子 就想你长相什么 你长相什么 那女生就很生气 就说我老公都不敢这样讲我 然后就开始一直讲 然后因为她们吵得真的太激烈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 症结事件过后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很认真在听 我就想说怎么办 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职业病 等我抬头起来的时候 整个车厢都没有人 都不过站 没有 不是 他们都跑了 太害怕 所以都跑到旁边 就剩你一个人 对然后我就想说 就剩我们三个啊 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想像 他们就可以开始智商啊 他们就这样一路吵 就吵 然后有人坐下来 然后听到他们在吵 又出去 因为那时候刚发生 其实真的是吵得很严重 然后而且他们就这样子吵 从关渡吵到 到台北车站 过台北车站 因为到台北车站 那人就很多了嘛 然后所以人就进来以后呢 后来这个男士 他可能快要下车 他就站起来 就拉着那个摇杆 他就说 我不想跟你讲啦 就是懒得跟母猪讲话 就之类的 然后这个女生 后来他就很生气 我也不懂 他其实早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他才拿手机起来要 要录影 然后这男生就说 好男不跟女都 他就下车了 然后等他下车以后 那车厢就正常 这女生又趴回去 那个他的板子上 然后就很倒霉的就是 也不是倒霉 就很有缘的就是 在古亭站 我跟他同时下车 然后就下车以后 我们就一起坐了这么久 我又听人家讲话 讲那么久 又只有我在听 然后就忍不住 就跟他对导演 然后我就 就问他说 你还好吗 他忙就哭了 然后那一天 这个女生就跟我讲了很多 他们家怎样 然后他什么怎样 然后刚刚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然后我老公怎样 我又听了半小时 然后所以 你感觉蛮闲 其实我很忙 职业 但你其实就会有一种 那个时候因为蛮久以前 那我自己心里 是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因为我从他上车一开始 他们两个开战之前 我就开始观察到 那我就 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你眼前这个人很可恶 我跟你又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来伤害我 像我以前刚开始写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写过一本书 叫与父母和解 这种书 与什么 与父母和解 这应该是很良善的 那种佛书之类的吧 可是 要注印吗 我po了那个文章以后 我印象很深 下面就有网友说 真的很无耻 对 哪有可以 哪有那个小孩 可以去讲父母的坏话 因为我那时候就在分说 妈妈跟爸爸有各种类型 然后加上这些事情 我后来就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这个人 很可恶在骂你 或者是他很生气 你觉得你很无辜 你觉得你很可怜 你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可是人家可能是 在他的状态里面 对 所以我们心理学就讲说 其实人有两种时态 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这是此时此刻时态 对 可是如果有的时候 你讲一些话 勾到我的潜意识 那你就把我推到 远端时态 对 所以我可能就会想到 我早上发生的事 昨天发生的事 上个月的事 或者是小时候 跟父母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就会拿 那个过去的事情 来跟你开战 所以我后来理解这些以后 我慢慢在网路上 我就不太看去看 网友的留言了 好